朋友们好 我是小蜜蜂成盛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盘锦高铁站 门口啊 我刚刚打上车 桌上车 我现在要去取我的车 从自驾游回来到现在 已经有半个月了吧 停更七天了 前两天去了一趟长春 在我姐姐家玩了两天 今天家里的盘锦柿子已经下来了 所以我就匆匆从长春赶到了 盘锦 现在我搭上车 要去50的4S店去取我的车 由于我的高超车计 我的车在4S店成功待了半个月 现在要去取车看是什么样了 昨天接到了这个4S店的电话 说是我的车还差了一点点什么东西 我现在去看看 但是他说不耽误我使用 因为我这两天来回拉柿子 发货什么的需要用车了 我到了这个50的售后 我现在好像已经习惯了 走哪背包 背上包就走 之前出门的时候拖个行李箱 太不方便了 这个小书包可得接着 你好 我想去50售后 我就是开我自己的车 他让我说可以来取了 我是修车来着 没约今天 能开走吗 车是修完了吗 对修完了 他说 我来取车的时候我也没看点 人家都下班了 加班的都好下班了 然后现在问一下 联系下收后 可不可以把车直接开走 我也忽略了 忘了跟人家提前联系了 这个是我的车的同款车型 但是人家这个是混动版 就是油电混的 我买的时候还没有出油电混的 看看我这个门子 这一看就是我换下来的门子 因为这是我撞的伤 这是我这车上换下来的劲 这是在公嘎山上装的 这个也是在公嘎山上装的 这个是在河南装的 看看哪儿没收拾完 拜拜 这块应该是这种黑色的 这个塑料壳还没到 他说还得等几天 但是不耽误用 这个门子 我的这个车门子整个都是换新的 换新的和我原来的颜色 稍微有点色差 因为我这个已经旧了 人家这个是新的 这个大灯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块也不扁了 然后这顶上刮掉的漆 也都完整无缺了 这收拾一下 不又漂亮的了吗 朋友们 我成功取到我的小车车 虽然它还没有全部修完 但是现在已经不影响 我正常使用了 主要就是这个倒车镜 我能看到倒车镜就好了 我回来的时候全程 真的我这边的 我右手边的这个倒车镜 就是它不撞歪了吗 凹进来了 然后我每次看的时候都这样 这一次出去玩 先不说别的 就是这个车技已经练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感觉我应该可以摆脱这个新手的标签了 应该算是一个成熟的车手了 这个4S店到我大舅家那个房子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大棚里的盘景柿子也下来了 欠朋友们的简递柿子明天就可以陆续发出了 朋友们耐心等待 朋友们取回了车 刚刚在楼上简单吃了一口饭 我现在要把朋友们的订单全都抄在这个笔记本上 我会按照朋友们下单的先后顺序 给朋友们把这个简递柿子陆续发出 大家不要着急 保证柿子的品质再给大家及时发出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